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日 星期日 今天要跟大家探討一下中共 是不是真的會攻台的問題 從一個金融時報的一則消息 我們推敲下去 中共是真的在準備攻台 而這次攻台 我認為真真正正是會在10月之前進行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我們根據《倫敦金融時報》透露 中國當局和銀行界近期 曾經討論過 要保護他們的資產免受美國制裁 中國官員 擔心這個問題 美國和西方對莫斯科採取的措施 也可能適用於北京 據一位分析家說 美國對中國可能制裁的後果是災難性的 也有人警告 中國經濟體量很大 美國制裁不動 否則會有同歸於盡的危險 其實我們從兩方面去推測 中國官員提出這個問題 其實有兩個可能性發生 第一 就是中國全面去支持 俄羅斯 所以美國 會制裁 中共 第二 中共 正是仿效俄羅斯 對台灣用兵 是用同一個方法 也是想入侵台灣 而入侵台灣是有機會面對美國的經濟制裁 這個經濟制裁 是會使得中國受不了 還是中國有沒有能力去應對呢 這個銀行家或者中國監管的高層 其實就是想表達這個意思 當然這個情況就好像 那些人寫上南宮夫人信箱就是這樣問 我有一個朋友 昨天就去了大陸 叫雞 說了很多年前 現在 乃了夜很癢 某個部位很癢 很不舒服 是不是中了性病啊 是不是花柳 形容了病症 那樣 當然大家都知道那個朋友就是你自己了 當這個人 當這個中國的高層官員 走去向銀行家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 他們知道他們國家在做甚麼 他們國家在做甚麼 很大機會 是使得美國 對俄羅斯一樣相同的制裁 這件事 就印證了我的看法 就是 他們 準備攻打台灣 為甚麼要這樣分析呢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要跟大家說的 主要 就是明天直播 大家千萬不要入錢 因為給他抽三成 不值得 我希望我們是用一個 最健康的方式去發展 免費模式 是現在 現行最可行的方法 就好像與病毒共存一樣 因為你不要想著要 要把病毒清零 病毒在人類未出現之前已經存在了 要把病毒清零 基本上就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現在的經濟環境 要大家 再拿錢出來看網台 我認為也是十分之困難 因為大家都知道 經濟不好 所以我們 就是用一個免費模式 去經營 當免費模式行得通的時候 就不用問大家拿錢了 因為大家知道 那種 集液承求的爆發力 絕對是大於你給錢 所以 無限碌幫我們看廣告 這個是我們 最 最成功的 做法來的 好 繼續說回 金融時報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就說 在4月22日舉行的內部會議 包括來自中國央行 和財政部的官員 以及匯豐銀行等十幾家本地 以及國際貸款機構的高層管理人員 財政部在會上說 中國經營的所有大型 以及外國國有銀行的代表都有在 其中一位 情況 說 會議一開始的時候 財政部的高級官員發表說 美國和他盟友 有能力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的美元資產 這個 令到習近平的政府提高了警惕 這些官員以及議會者 沒有提到具體的情況 但是 個個都認為 這種制裁 一個可能觸發的因素就是中國對台灣的入侵 中國聲稱台灣是他的領土 並威脅說如果台北拒絕無限期服從他的控制 就會入侵台灣 其實跟烏克蘭的情況一樣 其中一個了解會議的人士就說 如果中國攻擊台灣 中國和西方經濟的脫歐就會比俄羅斯脫歐更嚴重 很多 因為中國的經濟足跡涉及世界每一個角落 而中國的經濟體 也比俄羅斯大失賠 香港的東方資本研究公司總經理Andrew Kowley 表示 中國政府的擔憂是正確的 因為他沒有其他選擇 美國金融制裁的後果是災難性的 包括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惠滿 以及 1316年擔任中國證監會的蕭剛 證監會主席蕭剛 他們一班 高級的監管人員 就問在場的銀行家 我們有甚麼可以做 怎樣才可以保護到中國的海外資產呢 特別是32,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中國以美元計的龐大資產 包括 超過10萬億的美國國債 到了紐約的辦公大樓 還有很多房地產 還有很多國家的企業 在海外的銀行 有工行 建行 農行 中國銀行 等等 在海外的那麼多資產 還有中石油 中石化 華為 加上 中國聯統 這些大公司 這些巨型的國企 在全世界的資產 總共超過10萬億 那麼究竟 這些資產會不會被美國凍結呢 我去 也不用別人說了 我去告訴你 如果你純粹是幫烏克蘭 偷偷地幫烏克蘭 美國 會制裁 但是那個制裁力度當然不會那麼厲害 不過如果你直接 侵略台灣 中國 在海外超過10萬億美金的資產 包括國際 剛才所說的所有公司 所有企業 所有國企 所有的資產 將會全部被凍結 這個是中國沒有辦法承受的 不僅如此 而且 美國也會好像對付俄羅斯一樣 凍結他的所有資產 包括SHIFT 這個交易系統 這個情況就糟糕了 當中國用不了美元的時候 經濟自然會崩潰 因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國就是美金 然後如果美國制裁你 歐盟也要繼續 歐盟是中國的第二大經濟 的夥伴 然後就是日本 所有國家都不可以跟你做生意 你說你的經濟是不是一夜之間崩潰呢 當然不會啦 俄羅斯也沒有一夜崩潰 中國當然不會啦 這些情況 制裁 是慢慢慢慢浮現出來的 過一兩個月你就會感覺到很痛 這個 其實 可以說是生死符一樣 生死符就種在那裏 你不會痛不會癢 但是當到期沒有解藥 你就死了 你是癢養而死 要是痛苦不堪 所以 我們也會看到 現在的俄羅斯 那個生死符發作 有些銀行家就建議 央行可以要求出口箱 所有外匯收入兌成人民幣 建議大幅削減中國國民每年允許購買5萬美元的配額 所以在海外旅行 教育 其他也會減 當 中國官員 問銀行家可不可以分散投資 例如增持人員 歐元去避過呢 其實這個答法 很多銀行家都告訴你 不可能 不切實際 我們 要研究 真真正正正研究 這些官員問得那麼仔細的問題 其實 他們是要為習近平問這個答案 其實 他們根本不用問 這些答案 在易會滿 在蕭江 在所有的銀行家面前 其實他們也知道 如果中國入侵台灣 他面對的災難 是比俄羅斯更加嚴重 因為中國 依靠世界 多於世界依靠中國 你雖然可以提供到很便宜的貨物 但是現在世界告訴你 現在他們 要說的是人權 說的是倫理 是道德 是和平 當一個國家 罕然侵入 侵略一個民主國家的時候 全世界 都會 對你進行制裁 你在全世界的資產 即時被凍結 人民幣 即時變廢紙 沒有人承認 其實跟現在俄羅斯盧布一樣 俄羅斯盧布你以為有人要嗎 你試試拿羅斯盧布 去那裏看能不能換到美金 當然是換不到 我們看到這次 這個會議 其實很反映出 習近平 很心急想知道有甚麼後果 一旦他選擇攻打台灣 會有甚麼後果 因為 其實也會不會不用問的 蕭剛真的不用問其他 摩根大通 大摩美林 花旗 完全不需要問別人 他自己也知道答案 但是由他們說的答案 習近平不相信 所以 才要借助與會其他人 所給出的答案 這個是想告訴習近平 不要啊 千萬不要 你這樣做 我們全國國家 是會崩潰的 當然不會即時崩潰的 但是 是會很短時間崩潰的 因為中國 還是一個出口型的國家 他的經濟也是外向型的 當外國所有人不跟你做生意的時候 好像俄羅斯對待的時候 你 死在國家臭 死在裏面臭 不要餓死老婆臭 餓死全家臭 當然 我們只是從這個 這個會議已經可以推銷到 習近平 其實 打台灣的決心越來越大 他已經在計算 已經在計算 他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 但是 不是說這個會議的結果告訴他 不要啊 你們沒可能成功得到 而習近平就會 不放棄攻台 他 10萬億對他來說美金 他可能不介意的 是不是 他可能覺得內循環可以 現在他 要尋求一個方法 就是即使被你制裁 我們也要繼續生存下去 他是不惜一切 這個才是危險的信號 當然 我很希望我的估計是錯的 但是如果我的估計是沒有錯 現在的習近平 其實就是在默奈緊鼓 要準備攻打台灣 這節時間 分析到這裡